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Data 今天我们来到西盐盘 就会试一间酒店的自助餐 餐厅名叫做中西环 它网上有优惠 经网上订购再在网上付钱的话 就有六五折 六五折之后价钱就是208.5元 看起来这个价钱就很划算 食物质素如何就要去试过才知道 要去中西环 我们就在西盐盘站B3出口出 要留意就是由地铁站再走去B3出口 其实都要10分8分钟 出来我们就先向前走 跟着就转右手边 很快就见到一个十字路口 斜对面就是港岛太平洋酒店 中西环就是一楼 我们其实11点8已经去到餐厅了 不过那时就未进入住 所以我们在餐厅外面就坐了一阵 大约是12点前一点 我们就可以进到餐厅了 其实一进到餐厅 感觉是几不错的 因为那个环境几舒服 还有长生画了很多 关于香港传统食物的画 还要是比较Q版一点 这间餐厅就是一个长条形 它落地玻璃比较光一点 基本上两面都是落地玻璃来的 很多阳光射到进来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间餐厅是光猛一点 其实这间中西环算是不错的 餐厅其实有部分座位是坐得比较逼 如果是全场坐满的话 都应该挺逼 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网上订购系统 订位的连结我会放在留言里面 大家按了连结之后 就先选择餐厅 我们就选择中西环餐厅 之后就选择日期 我查过了 暂时星期一至日都有六五折 接着就选择晚餐还是午餐 我就选择了午餐 人数方面大家就选择自己的人 成人星期一至五是208.5 假期是223.5 小童和长者便会便宜些 如果是平日来说 价钱是163.5 假期是178.5 这个就是全包价 要填回个人资料 包括名字 电话 电邮 最后就要立即网上付款 如果未完成付款 订位就当是无效 一切搞定 连给钱 便会出个电邮来通知你 我们今天就是星期五来 这间餐厅用餐时间 由十五到两点半 即是两个半钟 两个半钟 应该是足够的 因为在十五之前 没什么客人 所以我就出去拍摄所有食物的情况 另外我留意到 它摆食物的地方 是比较拉长一点 所以其实摆食物的地方 会更加闊一点 除了摆食物的地方 是多之外 和比较分散之外 我见到食物的选择 都相当多 所以就算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摆食物都不会太难 我问过工作人员 他们说 其实如果是晚餐 就会有些港式的小食 不过我们今天是吃下午 下午就没有这个选择 另一方面 这间餐厅 十二点钟左右 的客人就不是很多 加上我大约是七八个 不过客人就陆陆续续来 现在去到我见到 也有二十多三十个人 还有一样东西 我发觉工作人员的人手 都挺充裕的 地方不算太大 但我只见到七八个人 是stand by 好了 讲了这么久 现在我们就出去 拿些东西回来试一下 喝品方面只得奶茶咖啡 冷茶冷水 全部都是热饮来的 如果是想喝果汁 或者喝冬饮的话 就需要另外再加钱 我自己搞了一杯热冷茶 红茶就很深色 和茶味比较浓一些 第一盘我们就试一下海鲜 和雜冬肉 还有是青鱼 雜冬肉我见到大约有四五款 我就隆起拿了三样东西回来 火腿虽然比较普通 但吃起来都不错 咸咸的 其他两块雜冬肉 就有很轻微的辣味 辣味若隐若燕 其实反而味道 还不够火腿那么好吃 因为我见到青鱼在冬盘 我就问了厨师 他说这个青鱼是煮熟了 这个青鱼的味道 就真的相当酸 我觉得挺好的 挺开胃的 我现在餐厅的白蜆 白蜆就比较大 所以肉比较多 而且味道挺鲜甜 没什么沙 青鱼的体积 当然不是很大 也不算是太小 味道很不错 挺鲜甜 还有海水味 我觉得比白蜆更好吃 虾来说也算是大小 虾肉肉质也不错 不过虾没什么味道 谁知豉油吃就会好一点 第二点 我们就拿一些熟食来试一下 第一样我们要看一看牛里 看到牛里特别大条 除了厚之外 它还是很长 虽然牛里很厚 还有很大件 其实这个牛里很软 味道很不错 表面看到有点黑椒 但其实黑椒味不是很重 接着我们就看一看很受欢迎的清蒸海上鲜 海上鲜的质素很不错 鱼肉挺嫩滑 我吃的部位又没有骨 另外这条鱼加了一些豆豉内蒸 令到鱼的味道很丰富 这个就是龙利鱼 龙利鱼煎得挺香 还有鱼肉不错的 胶针好像挺丰富的 这个鸡肉的皮就像蜜糖酱 还有它外面是煎炸过 所以这个鸡皮除了有蜜糖味之外 都还是有点脆的 鸡肉其实本身就不差 不过就是肉多了一点点 猪肉姜就煮得很软 肉质就没问题 但就真的不是很够味 这个中汤就有一些红萝卜 瘦肉和南北杏 我就不是很想吃个汤渣 所以只是拔个汤 喝下这个汤就很够味 比较是咸一点 火候相当不错 鱼沙就有三样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三文鱼 吃下去就真的很肥美 还有鱼味挺重的 还没点豉油已经挺好吃 再点一点豉油 这个三文鱼就更加好吃 鱼鱼的鱼味就很重 差不多有点腥味 点了豉油之后 鱼味就没那么重 但我也不是太喜欢这个吞南鱼的味道 鱼鱼的味道其实有点古怪 点了豉油就会正常一点 但我建议大家就不需要试了 三样鱼沙除了三文鱼质素不错之外 其他两样鱼真的不一样 之后我们又试一次即切的牛扒 上面就加了少少少烧汁 这块牛扒我觉得就比较生了少少 肉味就挺好的 但会比较韧一点 另外牛扒的肉汁就比较丰富一点 试吃甜品之前 我们就试完最后两样熟食了 就是海南鸡饭和披萨 听说它们的海南鸡饭很出名的 看到饭就全部有少少黄色 吃下去每一口都会有些鸡油的香味 饭其实质素都不错 虽然它的部位都不算特别漂亮 但这个鸡肉就真的挺好吃的 挺嫩滑的 所以总结来说海南鸡饭可以一试 不过就没有传说中那么出色 披萨的确算是挺薄 而且底部都是脆的 上面的馅料就挺丰富 味道就不错的 刚刚发现到原来还可以喝菊花茶 这个菊花茶就比较甜一点 开始我们甜品系列了 第一个就拿了这个芝麻糊加这个豆腐花 芝麻糊就挺甜的 而且挺稠的 豆腐花同样都很滑 而且本身都够甜的 两样甜品混在一起吃的确是好吃一点 我们试一试六款蛋糕 外表看就不错了 这个就是朱古力布朗尼 里面看到有些合图 这个蛋糕本身就是偏硬一点 再加上里面还有些合图 另外它的朱古力味就会比较重一点 但这蛋糕又不会很甜的 挺好吃的 这个南莓批上面有三粒南莓 里面就会有些奶油 质地上的变化就挺丰富的 味道也挺好的 不过它的外壳就较硬了一点 这个蛋糕就没有写名 我也不是很肯定 看样子有些像是香蕉蛋糕 吃起来也有些像的 这个蛋糕就很软身的 味道又比较一般一点 桂花糕就很晶形通透 味道就非常接近有桂花味的啫喱 都挺好 这个就是波罗姆斯蛋糕 蛋糕就分为两层 上面就是波罗姆斯 下面就是蛋糕底 写上来波罗味都挺香的 蛋糕味道不错 因为这个蛋糕就没有写名 所以我就不太肯定 似乎就是巧克力蛋糕 里面就有些啫喱 果然是巧克力蛋糕 有少少巧克力味道 再加上啫喱就提供口感上的变化 所以这个蛋糕都挺好 哈根大雪糕又不吃 我当然拿一盒 虽然哈根大雪糕又不吃 不过其实只有两款 一个是巧克力 一个是士多啤梨 今餐我们就吃了208.5元 以这个价钱有这么多食物选择 其实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就算是假期的价钱都是223.5元 性价比都是相当高 餐厅环境就很舒服 不过如果坐满的话 应该都挺逼的 部份的座位其实就是 桌和桌之间的距离很近的 食物质素我觉得都不错的 另外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挺好的 交通来说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在西红盘走到D3出口 其实就比较久一点 但在D3出口再走过来 就挺快的 拉运来说 我觉得中西玩 其实挺值得来试一试 不过大家记住 必须要是网上设备的 不然就没有这个特价优惠 今集又介绍到这里位置了 下集我会再介绍其他地方 多谢大家支持 下集见 拜拜